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每週四都會更新新品咖啡 以及手動咖啡的一些相關知識 所以如果各位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每個禮拜四就看到學長的新內容囉 好,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個 Star Race手的新磨豆機叫做Discovery OK,我們來看一下 好,長得這樣子,其實外型蠻可愛的喔 而且非常的小 這個是Star Race手的最新磨豆機 然後附一個C型帶 好,那在聊這個磨豆機之前呢 學長其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從小飛馬 然後一直到最近的這種 比較像是圓筒型的這種磨豆機 其實都已經見證了一些磨豆機的一些調整 然後像傳統這種類型的 可能是從日本來 然後台灣做台灣自己的品牌 一直到現在這種 其實磨豆機已經進行了一個很大的調整了 其實這種磨豆機學長也不是開第一支 像之前我們有開過Rune 然後去年也有開過Disco 那今年的Discovery其實概念都很像 但是呢 學長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的價位的部分呢 已經下殺到越來越漂亮的部分了 像以前還要四五千塊 那現在Discovery是2500塊都不用 就可以買到一支了 它的品質跟CP值已經拉到了一個 家用市場非常甜的位置 其實現在學長已經越來越覺得說 像這種傳統的小飛馬 它已經慢慢的好像已經 比較不適合現在我們的小家庭 因為主要原因在於是說 價錢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你看這種Discovery 它又這麼小一支 你看整個體積可能只有五分之一 收納又很方便 然後又可以帶到外出的時候使用 而且還不用插邊 外出的時候可以直接研磨 就沒有一個變壓器的問題 也不用插頭 充飽機就可以帶走了 那同時間呢 它的研磨品質呢 其實相比於小飛馬 它也沒有輸啊 也還可以還不錯 就是入門來說算是OK的 所以就目前這整個市場的趨向 就是慢慢的往這種比較輕便型 然後CP值很高的這種器材 它也是一個趨勢 那可以想像到它未來 面對更多的挑戰 就是這種新的品牌 其實在各方面都已經 有更優於小飛馬的一個選擇 所以如果各位是個初學者的話可以考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磨豆機 你可以看到外型是鋁合金的外型 所以其實設計上面已經蠻好看的 綠色的 然後中間是一個 像是線條的一個外型 然後上面有一個Type-C的充電口 這邊Type-C的 充電式電大概可以研磨25次到30次 所以大概如果你每天只做一杯的話 一個月充電式電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每天要充兩三次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充電式電就可以了 然後刀盤的下面 刀盤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這樣 轉一轉 就跟手磨一點像 你把它轉到最鬆 OK 然後呢 把這個拿下來 一個刻度盤 刀盤就出來了 如果你要清潔的話呢 也比小飛馬這種傳統的磨豆機簡單很多 就拿一個毛刷 然後稍微刷一刷 然後裡面呢 如果比較深你刷不到的話 然後用吹球吹一吹 你的清潔就完成了 所以它的整個的概念上面呢 也很簡單 那刀盤呢 實話說呢 就是比較入門的刀盤 也不是說非常厲害的刀盤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完全沒有磨豆機的助學者來說的話 它已經足夠滿足你的需求了啦 調整刻度的部分就這樣 OK 就是把這一個剛剛的刻度盤的部分呢 轉到最緊 好 等到沒辦法轉的時候呢 引緊緊的 OK 然後會發覺呢 上面呢 會有一個紅色點點 紅色點點 那紅色點點呢 就是0的位置 那你繞一圈 如果你再轉一圈 再看到紅色點點呢 就是10了 OK 那如果繞兩圈呢 就是20 那在15個左右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來做加入意識 那手沖的部分呢 大概 我是用35啦 它不要 說明書上是建議30啦 我是用35 覺得喝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好 那同時接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因為它畢竟是那個 Star Resol 的同一個品牌嘛 所以它的這個 下面這個接粉盒啊 如果你是有買Star Resol 就加入意識機的話 這是它的粉杯 這個是它的接粉盒 你的粉磨完以後 你可以直接這樣子 套上去 它是百分之百剛剛好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 裡面是細粉的情況之下 你就這樣翻過來 然後稍微拍一拍 然後搖一搖 你就會開始進行整份的動作了 就會蠻便利的 所以如果你有Star Resol 你想要買一個磨豆機 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它在做意識研磨的部分呢 其實算是OK的 那它的能力還算是蠻正常的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一些特性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台算是比較偏慢磨的一種機型 等於說我研磨的時間大概 20克的情況下 大概要一分鐘左右 那一分鐘跟傳統的這種磨豆機大概是15秒左右 它的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希望跟大家講 當然15秒 感覺起來研磨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過癮一點 但是一分鐘呢 如果你還要準備濾杯啊 準備濾紙什麼的話 其實一分鐘是很快就過去啦 但是因為它的機身呢 使用了慢磨 比較慢的研磨速度 它就可以把比較多的扭力啊 比較多的功率 放到扭力上 所以它就可以應付比較硬的豆子 以及比較細的豆子 它也比較不會卡住 像之前有別的品牌的這類型的磨豆機啊 它可能碰到硬豆子的時候 它會卡住 或者是它會退刀 或者說它就整個當機了 會有這種狀況 那Star Result Discovery呢 基本上呢 學長是目前沒有碰過這個狀況 在硬的豆子 它基本上也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還是磨得過去的 所以這一點我是覺得挺不錯的 所以那每秒呢 是65轉至慢轉速 然後呢 可以符合比較細研磨到粗研磨都可以搞定 所以其實CP值來說還是非常的高啦 好 那但是呢 學長在使用的過程之中呢 還是可以有一點點不滿意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關於它的沾黏粉 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通常呢 我們磨完粉以後呢 它下面是這個粉杯嘛 它會 上面會有一圈粉末 就是咖啡粉 那你要 你必須要去敲打 那其實敲打完以後呢 它可能還是會沾黏 那這是它的比較主要的一個小小的問題 所以建議各位 如果要搭配毛刷來使用 就稍微刷一刷 那我這個沾粉的部分呢 能夠落到我的粉槽裡面了 那基本上呢 它也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基本上它也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就是一個相當 CP值相當好的入門磨豆機 那針對市場也非常清楚喔 就是各位第一次買磨豆機 或是說你是一個輕度玩家 你可能就是想要做冷泡 簡單做冷泡或是做手沖 但是呢 你也預算沒有要不夠 或是說你不想一口氣投資那麼多的話呢 這一台的CP值還是相當不錯的喔 無論是外型啊 功能啊 它其實都算是 各方面都算是有達到這個CP值的部分 OK 好 那關於STAR RESO的DISCOVERY的開箱呢 就收到這邊為止喔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